长期念佛 宗教的口干气力不足 怎样念佛 口不干 心贫气活 发息充满 诚心诚意地念 就有感应 念佛的人 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说到不是口念 口念 弥陀 心散乱 含泡喉咙也瓦然 念佛最重要的 要学佛 学的 要跟佛一样 佛在什么地方呢 无量寿经 就是阿弥陀佛 我们要明了 今天里面所说的道理 明了 今天里面所有的教训 一教封信 真正落实在自己思想隐形之中 这一句佛号就灵了 你就能得到一切祝福 护念 龙天善神保佑 愿亲在主 对你也就不得其变了 更何况 我们将自己修学的功德 回向给愿亲在主 带他们 求往生净土 这个愿解就化解了 所以愿加一解 不一解 不跟人结怨 这个样子 心底才能得清净 所以 学佛 特别是 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经上在经体告诉我们 清净 平等 觉 我们以清净心 平等心 觉心来念佛 这非常非常重要 你自然 能得发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闺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